希拉米王妃销声匿迹 能力根本配不上野心 宫斗失败沦为炮灰 在很多读者的心目中 希拉米才是太王的真爱 并肩携手走过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人心是最善变的东西 尤其对于位高权重的马哈国王来讲 换妻子比换衣服都要容易 王室专家安德鲁 为我们传递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希拉米母子宫斗失败 不光以为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就连露面的机会也逐渐减少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作为曼谷王朝第十位君主 马哈国王一直以风流替躺自居 从未有过深情的时刻 即使苏提达是后宫之主 也无力干预太王的情感生活 说白了只是个空头王后 希拉米的处境就更加尴尬 不光没有任何名分 甚至连出境都成了奢侈 被太后接到皇家别院后 希拉米有了负宠的野心 并且多次为外界传递信号 给了粉丝不少希望 然而最是无情帝王家 现在希拉米显然攻斗失败 后续可能面临清算和打压的困境 马哈国王拥有三宫六院 早已将希拉米抛在脑后 一切的美好 只是大众的幻想而已 如今提帮宫已经放暑假 按照王室传统 应该回到王室帮助太王处理公务 这么做很有教育意义 既可以让提帮宫及早熟悉公务 也能锻炼他独立思考的能力 事实上这么多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提帮宫在暑假经常忙的团团转 出现在各种慈善活动中 但是如今的小王子却被血藏 几乎处于查无此人的状态 绝对有人在背后搞鬼 以前不少王室专家认为 是太王出手干预 不让提帮宫回国 以免遭遇不测 但是现在看来真是蹊跷 无论怕公主生病住院 还是提帮宫被禁足 都似乎跟苏提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证明 只要是王位继承人 跟苏提达儿子都有竞争关系 免不了遭到打压 作为曼谷王朝唯一的王后 苏提达端庄大器还有学问 足以令后公团的成员们黯然失色 在很多人的思想中 希拉米才是太王的真爱 理应上演大团圆的结局 但是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 就是太王有可能已经移情别恋 或者早已对希拉米逆了 在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面前 希拉米就算是呼吸 也是一种错误 想要妇宠更是难上加难 一个人能力配不上野心的时候 等待自己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或许惩罚才刚刚开始 诚然希拉米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貌 但是这已经是过去式 现在已经是51岁高龄 美貌是个快速贬值的东西 希拉米已经到了奶奶辈 负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希拉米还有第二条路 就是等待提帮公王子长大继位 这样自己也能加冕为王太后 但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提帮公患有学习障碍症 能力和智商都备受大众的质疑 总之希拉米母子翻身无望 已经沦为宫斗的炮灰 令人扼腕叹息的时候 也有种必然的宿命感 巫女出身的希拉米 如果真的顺利当上王后 那么泰国王室将是国际社会上最大的效果 无论能力还是才华 苏提打都显然更胜一筹 这才是大众有目共睹的事情 两大美人一比较高低利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